Hello, 大家好 我是慈悠會梁偉才神父 我的學生都叫我做阿財 有一件事我記得 使得我覺得很迷惘 亦都很失落 記得在很多年前 當我初初入修院 成為慈悠會會視之後沒多久 有一晚突然發覺我的盆骨很痛 痛到甚至是暈了 在醫院住了十幾天 醫生做了很多檢查 只知道是發炎 但不知道那個理由 過程當中自己不斷去問一個問題 究竟我會不會有健康的身體 我還能不能夠繼續走路 這個病會不會是一生這樣牽連著自己 不能夠跟我們的青年一起去打球 或者去行山 我的聖詔究竟是甚麼呢 前面的路好像黑了 這個時候醫生說了一句說話 沒有辦法 這個病應該將來都會再重新出現 這些痛你會繼續帶著 跟他共處 我心有不甘 為甚麼我要這樣去面對呢 回到修院 面對院長 他和我都去分享去幫我 在祈禱當中 我仍然問天主 究竟呢 我的路應該是怎樣行 是否我要離開修會呢 我不可以再做遲一會會事呢 院長同樣都是說了一句說話 你要學習在這些病痛當中 去和這些病去共處 亦都能夠在當中 去慢慢去看看 天主要你的旨意是甚麼 這個痛呢 老實說 繼續陪伴著我 我也都漸漸學會 在這個痛當中 去看看 我能夠做些甚麼 我可以做些甚麼 有一個經文呢 很想和大家分享 主呀 求你起誓我平靜的心 去接受我不能夠改變的事情 賜給我勇氣 去改變我能夠改變的一切 同時也都給我智慧 去分辨兩者的分別 和大家一起共勉 學會和我們的困難 一些挑戰呢 去共處 能夠好好地去活好我們的人生 天主報應 我是一財 梁偉財神父 與主共你 賣布前行